可是他怎么知道是北韩的军火呢 因为北韩的武器系统跟俄罗斯武器是同一个体系的 当然是很方便 你去找别的体系的不是不方便 那你能证明这是北韩制的吗 北韩要运军火去俄罗斯又不要经过第三国 他们在图门江那边有共同边界 对啊 就直接火车就过边界就好了 今天金正恩坐火车就直接从北韩直接进 他不要经过任何第三国 他直接火车就进入到俄罗斯近年 所以没错你可以警告他不能坐 你怎么查核 他提供的是弹药 弹药一爆都爆掉了 那他上面的所有印记他都给他改过来 都改成俄文的 你怎么有证明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嘴巴说上可以 在实际上你很难阻止 那我觉得他去的话 你从上一次上个月 北韩庆祝韩战胜利七十周年 那这个 邵一股 帅庞大的军事代表团到北韩 你就已经很清楚了 两韩的军事的合作会更加的紧密 就是军事合作 而且双方在这方面 俄罗斯需要比较便宜一点的弹药 大量的弹药 那北韩的军队陆军是几十万人 他这个可是一个很庞大的陆军 那他当然他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这个 军工系统应该是很完备的 他有那个产能 那他就做吧 做下去换粮食换什么都可以 俄罗斯有的是吃的 北韩老师饿肚皮 用他的这个武器来换粮食 因为你要制裁我 让我没有东西可以吃 用乙物乙物 也不要经过swift 也不要花任何外汇 你扎得到吗 找不到 只有火车连起来就好了 所以接下来 跟俄乌战场中间的战况 会不会发生变化跟影响 最近呢 乌克兰最大的问题 是外界开始揭露 他有很多这个贪腐的问题 不管是征兵啦 不管是这一个什么 这个兵役的认定啊 还有国防部 甚至连军服的这个采购 都发生问题 所以就换掉了这个国防部部长 还有什么 什么医疗委员会的委员长什么的 最近任命了一个新的国防部长 泽伦斯基任命这个乌美罗夫 担任国防部部长 这个国防部部长 好像跟美国的关系 是比较密切一点点 就是要处理乌克兰 现在内部贪腐的问题 我们就简单的说 我认为这个乌美罗夫 如果没有美国人点头 他可以做国防部长的话 他是做不到这个位置 所以是美国官派了 对 美国官派了 美国已经直接掌握你的人事了 那事实上的话 我们台湾 美国也没有掌握 可是问题我们每个政党的 这个候选人都要去美国 去接受面试 对不对 可见就是说 很怕美国嘛 那现在乌克兰的话 我只能说他要做国防部长 如果华盛顿不同意 他做不到的位置 那对于他的前任 是不是因为美国不喜欢换掉 我也觉得有可能 对 那这么重要的位置 不是泽伦斯基个人可以决定的 一定要美国爸爸决定 对 那这个人我觉得也很好笑 他还不是军人 他是一个资产管理师 对 就是搞 说穿的实际是个生意人 商人 商人 对 那你知道过一阵 人家前一阵子报导说 乌克兰的国营企业 已经几乎完全 已经职压给美国的 全世界最大的 那个资产管理公司 巴克雷 已经国营企业都已经 建价都已经巴克雷全部接收了 那是不是这个 乌美罗夫负责中间 穿成影线 立下大功 美国说赏他一个国防部长 这是都有可能的 然后呢 军方的弊案 我想也是 现在整个 整个这个 我想北约国家 大家都 都怨声载道的 因为上一次已经曝出来了 你这个 你只要出钱 你就做一个假证件 你就不要当兵了 对不对 那没钱的孩子 没钱人家的孩子 统统去当兵 有钱人家的孩子 统统去 去上国际学校 去美国 去这个巴黎 对不对 这不公平嘛 那会影响 他的整个 整个国家的士气 那所以我觉得 这个很多因素 要不然的话 派一个 非军人来领导 这个国防 本来就是蛮奇怪的 然后再看这个人 又是个生意人 过去 跟美国关系很好 我觉得就答案 就忽吃欲出了 因为俄罗斯最近是不是这个 因为军事的行动又开始这个比较激烈一点 所以是不是人不够 古巴说呢 这个俄罗斯到古巴去找人口贩运集团 要找这个佣兵来帮忙打战 所以瓦格纳事件对于俄罗斯 在俄务战场上面军力是有实质影响 其实古巴的佣兵在非洲 在很多地方参与打仗 这个是已经早有所闻了 这个十几二十年前我们就知道 古巴的派部队去 因为古巴也是共产国家 他当时也是有负责这种 共产革命的这种 世界革命的这种理念 那所以古巴的佣兵 还有古巴的海外 在海外参战 事实上其来有志 所以有这样情况 我也觉得根本就不意外 那现在说实话 那俄罗斯在古巴 基本上招募佣兵 你有没有看过法国的 所谓的 这个叫什么 法国的佣兵部队 它有一个传统 也是到处在招募 所以这些外国的 外国籍的佣兵部队是在 只要有人愿意上战场 打仗的地方都在招募 很多啊 像法国那个叫什么部队 有名的 全部都是外国佣兵 黑水 是美国的 黑水是美国的 类似黑水那样子的组织 黑水叫black water 那巴克里叫black stone 黑水黑石 对啊 所以基本上这个其实在 西方国家这个是 很常见 数百年的常态 数百年的常态 古巴特别把这个资讯曝露出来 有目的吗 我觉得 有人说这个说古巴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闹翻了 或者我倒不认为了 我倒不认为 这是 可能就是说你这个 你这个你这个在征集募兵的过程中 你没有尊重当地政府 也违反当地国法律 他可能是不允许的 那你要知道现在还有一只佣兵啊 全世界最有佣兵 还在常常公开亮相 你知道是哪一只 教皇的卫队 教皇 那个叫瑞士佣兵 因为有一个国家专门做佣兵的就是瑞士 以前欧洲打仗 很多战场上都是欧洲都是瑞士兵 所以瑞士有一个叫红士之会 因为有一个叫南森先生 他也是在普法战场去看到说 哇 太悲惨了 就看到普鲁士这个军队说 你是哪里 他说我瑞士来了 法国军队也说你哪里 我也瑞士来了 两国都找瑞士找佣兵在战场拼命 所以常常兄弟兄弟在战场见到对面 他哥哥他的弟弟站在另外一边打 代表不同国家在打仗 所以他们就啊 所以瑞士人做了一个很务实的说 我们要推动国际战争 人道法还有战争法 战争有战争的规则 还有人道规则 所以搞了一个红士之会 然后推动这些法律 为什么 他发现战争都是瑞士 那这个所以我觉得就说 这个其实认为不足为奇 我跟你讲 法国的这个佣兵到现在还在全世界还在招募 美国的黑水也在招募 那所以俄罗斯只是喜欢搞佣兵的国家之一啦 对 好另外这一个习近平确定不去G20的峰会 因为其实上个礼拜这个就有媒体独家报导说 他可能不去 结果中国外交部正式的宣布了 就是李强去 习近平不去 那这也是习近平第一次没有去G20 我觉得最主要原因就是说 告诉拜登说我不想见你 不想见你 现在实际不已 我累了 对 见了也没用 其实基本上是打脸不敌 拜登 打脸拜登 我先用华为答应脸 然后现在又不去G20 不想跟你见面 对 华为还没有要求你补赏 华为事实上 华为过去两亿四千万手机 损失多大 就是你美国人搞的 对不对 还没有这个账还没算的 要美国人的话都会算账 你这个做法是违反国际贸易法的 你这是无端的单向制止贸易 停止贸易 你有什么原因呢 对不对 这个都是有问题的 打到WTO的话 美国都是告输的 对不对 用非法的手段 来打击一个 别国的一个公司 用国家的力量 这个账还没算 为什么要对美国人那么客气 我觉得就很简单 没有谁说挨打 被打过就算了 对 所以 比较阿Q的说法 就是你打我我更强 比较西方的想法 说你打我 我就要你付出代价 就是这样 这是两个不同的文明 文化看事情不同的方法 不过我觉得基本上习近平 G20不去 基本上就是打脸 拜登 拜登每天在叫 我要跟他见面 然后他说 然后记者都知道 拜登一脑就说 我要跟习近平见面 所以这个消息一出来以后 美国记者碰到拜登 第一次说 习近平先生不去 集团你了 你有什么感想 你还要去吗 对 他说我很失望 他很失望 他很失望 然后他说 我还是会见得到他的 意思就是说 APAC他还有机会 习近平意思就是说 这次见不了APAC 我再看看 你还有机会 可是你不要来 整我的李家超 你整我李家超的话 那APAC你也见不到我 还会再让你失望 对啊 对啊 你出手打李家超 李家超是中国的 特别行政区啊 对不对 那你不是就是打习近平吗 那他怎么去得了 对不对 无法去了